来老兄们啊,看一款角膜机,这一款是博大的,博大的角膜机,它是125的机身,看一下,18-125,不大,18-125,公寓呢,是1250瓦,1250瓦,这一批呢,橙色呢,都可以,对吧,橙色都不错,橙色,你自己看一下,橙色都可以, 这个,它也可以装100的片,知道吧,125的片,就是原缝不动,给你这个压板,然后,你要是装100的片,就是给你配这个改装的压板,压板就是拿车床车了一下,把这个眼儿车细了,但是都正常使用,知道吧,都不会影响你任何使用,知道吧, 嗯,如果家庭使用,就是100的片,是最常见的,任何五金店,切片,磨片,都可以买得到,知道吧,嗯,任何一家五金店,100的切片,都可以买到,所以说你要是家庭用,就是拍那个上100的片,就可以了,嗯,如果工程用的话,经常用125的,你拍上125的片, 价格是一模一样的,对吧,就是压板不一样,压板不一样,就是原缝被动的压板,它是上,这个圈比较大,就是上大孔的这个,嗯,改装的,就是孔小了,上小孔的这个,机器,都是后置开关,是吧, 都没有问题,就是随便找一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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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一下,都没有问题,知道吧,后置开关,1250瓦, 下方小黄车,有要的,直接去拍就行了,知道吧,如果你家庭用,125的片不好买,你就拍,装上100的片,知道吧,如果你是,这个,家庭用,工地用,都没有问题,因为它功率在这儿了,1250瓦,下方小黄车,直接去拍,